三年前有一個跟人打風雷的教練 羅紀賢去中國自宅表現的活動 所以讓中國買收器拿他們做干貼 交代台灣的軍官 試探軍情 台北地檢視今天跟這個教練 羅紀賢還有藝人貴室 邀的手提過必定 頂頂職的人 都依照違反國安法起訴 如果軍官流涉及米的部分 會立下政辦 求風雷的教練羅紀賢 實驗為中國在台灣發電組織 吸收順過兵 試探軍事情報 台北地檢視政政見 依照違反國安安全法起訴羅南党 18人 其中的連貴需要的手提過不停 也被查出提供靠操 讓羅紀賢受頂項的資金被起訴 經假官偵查終結 於今日以違反國家選法 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等罪嫌 起訴努性被告等10人 警方的求訴訴說 羅紀賢一百空九年去中國 取求風雷的尚入燃速化檔 和中央情報鋒做令人吸收 今後只要收570萬 到位體驗室花兵 交代人吃飯 呼應錢做報酬 為中國發電組織 其他軍事情報 令人吸收的 體驗室花兵 十一的部分 北京令人進班 很多共諜案實際上是我們官兵 檢舉了以後 然後我們跟檢警去配合 那麼做一個追查 前對共諜案 國防部廟時 配合檢警調查 若共諜國防部 對保備討諜這件事正中心 未來那些頭過 高校頂方式 繼續強化 官兵保備討諜的計劃性 作指揭助 國家機密的可能性 計劃中校不足 規則